最近一则劲爆八卦震动了中日演艺圈 牵涉大陆首富之子王思松和日本清纯女星 并编美波穿口称奈 王思松大家都认识 大陆的娱乐圈纪检委 曾经五次怒马王小飞为富豪土大款 靠着感受感作走红网络 并编美波是日本知名女星 长相清纯可人 如果没看过她的作品 可以先来感受一下她的颜值 本以为她们不会有交集 结果最近自称 曾给日韩明星拉皮条的日本博主东谷爆料称 日本女星左野厨子也是搞拉皮条的 她向一人A介绍了并编美波 一人A认识一个中国富豪实业家 实业家说她想见见并编美波和穿口春奈 只要见上认识就会支付300万日元 然后她就成功见到了两位明星 并且履行承诺分别支付给她们100万日元 两位明星一开始拒绝收钱 但实业家说这只是给她们的继承车费 于是对方就收下了 2017年并编美波多次陪同实业家同游新加坡 也多次发生关系 当时的并编美波才17岁 还是个未成年人 爆料发出后 不少人对其将行将疑不置可否 但此时有网友出面称 消息的确属实 因为某网站已经有偷拍实战的视频爆出了 不过只有三分钟 另一位网友留言表示 他也看过 美波生产很好 演技不作作 很带感 根据多个线索可以确认 该实业家就是王思聪 一是王思聪和左野初子有约会的照片 2017年王思聪正好在新加坡留学 时间地点都对得上 三是王思聪精通日语 曾经做过字幕组的翻译 和并编美波交流起来毫无压力 王思聪也多次被拍到在日本旅行 带着美女滑雪吃饭等等 总结下来就一句话 王思聪睡了未成年时期的并编美波 还给了对方钱 这可对并编美波的宅男粉丝打击不小 一是他们想不到自己的清纯女生 竟然私底下也干陪富豪吃饭睡觉这种事 二是他们想象不到 他陪伸的对象是王思聪 谁能说富豪的生活有多快乐 你真的想象不到 日本娱乐圈在东国的爆料下 已经丑闻百出令人咋舌 前有小丽群这样的当猴小生被抱不雅照 后有相传照之这样的老戏骨骚扰女玄公 再到如今的女明星各个化身老保拉皮条卖身 不知道这种肮脏的风气 是否已经污染整个日本娱乐圈 不过作为观众 咱们平时看看剧这支综艺 讨论讨论剧情就好 不必对眼智人员争气实感 谁知道他们光鲜亮丽的背后 隐藏着什么怪兽呢